- 大家好 我是RuTun不家豪 今天要來開箱非常多訓練家矚目的新評就是 - 反體中文版五週年紀念頂級卡組 由於受到颱風影響 - 反體中文版五週年紀念頂級卡組的正式發售時間 - 將會延期至11月1日發售 - 詳請請見訓練家網站的正式公告 - 讓我來帶各位一起開箱 - 回憶光榮的過往吧 GO - 來看一下商品外包裝 - 中間就是這次五週年紀念LOGO啦 - 旁邊是很多寶可夢的金色剪影 - 來找看看有哪些寶可夢 - 這邊是舊級奈克羅茲馬 - 轟鳴月 索羅亞克 - 而這個是不同角度方向的密勒盾耶 - 旁邊這裡還有噴火龍在吐火的樣子 - 欸 好可愛喔 - 其他的還有鐵舞者 洛奇亞 地空座等等 - 哇 太多寶可夢了啦 - 各位訓練家你們還有發現哪些寶可夢嗎 - 留言告訴我吧 - 抽開這個包裝呢 看到的是藍色的牌組收納箱 - 上面的設計是五週年紀念的LOGO外框 - 欸 裡面也有藏著寶可夢剪影耶 - 嗯 不同角度還會有不同折射反光效果 - 太酷了吧 - 整個外盒設計就是這樣子 - 來 給大家看一下 - 讓我們打開收納盒看看裡面的商品有哪些吧 - 版體中文版五週年紀念頂級卡組 - 內容物有以下 - 特典卡皮卡丘一張 - 金屬鑰匙圈一個 - 擴充包超電圖圍一盒 - 牌組收納盒一個 - 牌組卡套一組 - 副襯子的頂級卡組 - 閃卡15張 - 還有卡牌收納箱一個 - 哇 先從這張五週年紀念特典卡皮卡丘開始看齊吧 - 配上10卡的光澤感 - 看起來更帥氣啦 - 插畫上的皮卡丘有感覺很開心的享受對戰 - 一旁的夢幻 - 蘇里亞克 - 和二太金噴火龍 - 都是自發售以來這幾年散場上 - 用常見的強力寶可夢卡牌代表喔 - 用這張卡作為繁種版五週年紀念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啦 - 展示裡面的一個特別商品 - 就是這個 - 噔噔 - 金屬鑰匙圈 - 金屬的質感美得沒話說耶 - 後面還有寶可夢幾萬是卡牌的LOGO耶 - 裝飾在包包上是這種感覺 - 嗯 超好看的啦 - 如果在路上看到其他人身上也有這個鑰匙圈 - 就可以判斷他大概也是寶可夢卡牌訓練家囉 - 接著是牌組收納盒和牌組卡套 - 分別是五週年紀念LOGO的樣式跟外盒包裝樣式的商品 - 卡盒裡面的兩片隔板也給大家看一下 - 那這是卡套的樣子 - 帶著這個卡套和卡盒去對戰絕對帥氣加倍 - 好的 馬上來介紹今天的重頭戲啦 - 就是商品裡面的頂級卡組 - 上次我有提到 - 這附上襯子的15張卡牌呢 - 就是繁種版發售後經歷的每一個系列啦 - 欸 直接跟著洛多姆家後一起看看這些值得紀念的卡牌吧 - 寶可夢 太陽 月亮 - 最具代表性的寶可夢有這些 - 而且每一張寶可夢卡牌的下方 - 都可以看到這些卡牌收入在哪個擴充拋 - 以及登場的日期喔 - 哇塞 索羅雅克GX耶 - 這個特性交易真的非常強大 - 很令人印象深刻 - 初登場的時間是2019年10月 - 再來是這個龍屬性的救急耐克羅芝麻GX - 新手訓練家可以看到這個弱點是妖屬性 - 非常特別吧 - 目前只有在開放賽事才能看到妖屬性的出現 - 哇 想當初這套牌組也是我的愛象之一耶 - 太懷念了吧 - 接著是收入在美夢神針組合邊的裂空座GX - 嗯 那時候也是非常多訓練家喜愛的牌組之一呢 - 接下來是皮卡丘傑克羅姆GX10 - 登場日期來到了2020年 - 最後是收入在傳說交鋒的 - 阿爾洲斯蒂亞路卡帕路奇亞GX10 - 以目前的訓練家來跟我一起說 - 起源改寫GX - 嘿嘿 下個系列就是寶可夢劍盾 - 寶可夢VMAX登場了 - 這張無極泰娜VMAX的特性 - 無極領域 - 可以讓備戰區放八隻二屬性的寶可夢 - 那個畫面太震撼啦 - 喔 夢幻VMAX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- 初登場是在2021年 - 屬於匯流標記的卡牌 - 一登場就轟動整個賽場呢 - 再來是2022年登場的阿爾洲斯Vista - 哇 寶可夢Vista讓我們見識到 - 必殺力量掌握戰局的強大之處 - 收入在迷途深淵的奇拉蒂娜Vista - 讓我們體驗到了關於放逐牌組的魅力 - 熊滑 熊滑 阿克羅馬的實驗 哇 完美康報啊 - 在2022年末登場的洛奇亞Vista - 更是一直到今年 - 還在賽場上與其他卡牌 - 角逐上位牌組的頭銜呢 - 頂級卡住裡 - 最後一個系列就是現在寶可夢珠子啦 - 收入者到目前為止發售的強大且人氣的卡牌 - 首先是2023年初登場的米勒盾EX - 特性串連裝置 - 擁有強大的鋪場能力 - 依舊是雷屬性牌組必備的卡牌啊 - 下一張是收入在冰雪險境的古劍爆EX - 想要打出超高爆發傷害的話 - 選他當夥伴就對啦 - 至於噴火龍EX的實力跟魅力 - 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- 到現在還是每次購組牌組時的假想敵之一呢 - 最後來到古代和未來標記的卡牌 - 收入在古代咆哮的轟明月EX - 瘋天攻擊可以直接向對手戰鬥寶可夢昏絕哦 - 實在太猛啦 - 收入在未來閃光的鐵舞者EX - 也曾經在大賽上有不錯的表現 - 不停的換位放傷害指數是他的強項 - 以上就是這次頂級卡組裡面收入的15張卡牌 - 好 回顧完了過去美好的回憶之後呢 - 現在我們就要用這一盒最新的擴充包 - 超電圖圍來繼續新的旅程 - 馬上來開箱試試手氣吧 -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一盒超電圖圍最新擴充包吧 - 那這次的擴充包一樣有30包 - 我們一次10包10包來拆開吧 - 首先是... - 喔!很辣椒EX耶 - 特性是雙重屬性 - 再來是愛怪獅 - 看到這個就是第二包囉 - 小屍怪 - 三合一屍怪 - 阿密的目光 - 第三包 - 智灰星 - 愛美麗的... - 喔! - AR的泥巴魚 - 如果不仔細找也許找不到他在哪裡呢 - 第四包 - 招式學習器 - 銀石 - 鐵包袱 - 乳包 - 哭哭面具 - 圖標課 - 哈啤阿肯泰羅 - 接下來是... - 金光牙 - 變影龍 - 會開的... - 喔!SR的西蘭支援者耶 - 這個姿勢非常的有紳士風度喔 - 感覺就像對我說 - 你好啊挑戰者 - 下一張是智暴師冠 - 接下來 - 喵喵 - 探小事 - 顧勒盾 - 古代寶可夢 - 喔!引力三越 - 這張我要放 - 光電閃西 - 呆火二 - 喔!這什麼? - 米力龍EX耶 - 朱砂幼兒 - 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寶可夢 - 在備戰區啊 - 彩粉碟 - 接下來是... - 開到什麼呢? - 喔!好可愛的一家屬喔 - 紅蓮凱琪 - 這是第十包 - 燃燒蟲 - 波克比 - 喔!海兔獸 - 幽哉為草棒 - 再來十包吧 - 第一包 - 喔! - 古劍豹 - 它的特性是成學 - 推理組合 - 第二包 - 有開到是我們陶歹狼一家屬 - 接下來是第三包 - 火生兒 - 青銅鐘 - 以及卡蒲明明 - 古簡瓜 - 接下來第四包 - 尾巴魚 - 燒火工 - 超能妙妙 - 這張可以搭配剛剛開到的 - 幽哉為草棒來做使用喔 - 繼續 - 喔!有了! - AR的海豹球 - 哇!太可愛了吧 - 有一群海豹球在浮兵上面玩耍的樣子耶 - 下一包 - 蜜蜜樂盾 - 噢!皮皮果 - 下一包 - 東東鼠 - 大殿海燕 - 正義法 - 海豹球 - 隻隻眼 - 死神關 - 帕加肯泰羅 - 再下一包 - 波克比 - 炭小事 - 顧樂盾 - 蒼顏任鬼 - 哇!這個插畫一就是這麼的帥氣啊 - 第二十包 - 哎唷! - 肉頭母 - 爆炸頭水牛 - 單手 - 比克提米 - 接下來是最後十包囉 - 看看能開到什麼 - 金光牙 - 喔!動員 - 喔!太樂巴格斯 - 這張可以用 - 這張可以用 - 非常好 - 第二包 - 粉蝶蟲 - 喔!我看到紅色的SPEG邊了 - 急進開關 - 再來是阿羅娜三地鼠 - 他的鬍鬚依舊長髮飄逸 - 第三包 - 熱辣娃斑斑麻 - 爆炸頭水牛 - 波克基斯 - 刺鵝果 - 從滾泥 - 太滾士 - 喔!希特龍的機制 - 下一包 - 喔!支援者西蘭 - 再一張 - 接著 - 銅鏡怪 - 閃電器 - 波克比 - 喔!刺殺寶爺 - 太金寶可夢 - 紅年凱奇 - 接著 - 單手龍海報球 - 光電凱奇 - 耶彈術 - 地牙海獅 - 最後三包囉 - 火爆猴 - 無可海兔 - 一對鼠 - 喔!牙的醜醜魚耶 - 不知道會不會開到美娜絲EX喔 - 接著是機動競技場 - 再來 - 駱駝姆 - 風英公 - 美娜絲EX - 剛講完就開到了 - 他的特性 - 璀璨裡面 - 非常的厲害 - 好歹狼 - 最後一包 - 貓幼斬 - 蛋蛋 - 以及 - 嗚! - 是殺寶爺ES -SR的耶 - 阿密的目光 - 以上就是這次繁體中文版五週年紀念 - 點擊卡組的開箱內容 - 以目前的訓練家 - 讓我們繼續寶可夢卡牌的旅途吧 - 一起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-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 - 什麼時候我們的上面的通知喔 - 我是洛特姆家豪 -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- 掰掰 - 再燈了 - 趕羅 - 粉狀 - 第二次就是一連放堂 - 明哥